自裁爷 陈茂波宣布放宽案揭保险上限 二手市场贵价楼交投在亦市下不跌反升 成为近期市场奇葩 就连以往输多赢少 有鬼城之称的上水大营阳房亦一洗退气 有业主成功上岸个岸 以赚钱换来好结局 到底此刻入市是否最佳时机 天联持货六年赚485万中原地产刘少宗表示 上水天联江六三月首中成交 来自天联一旗嘉伦大道丹豪屋 单位建筑面积2573平方尺 实用面积1598平方尺 开价约2600万元 近日以价后以2450万元沽出 实用面积平均尺价15332元 代理子 新买家为区内用家 中情屋远居住环境 建单位价钱合理 即扣入单位自住 据息 原业主则于2016年以约1965万元 扣入上指 持货六年 时次估出单位账面获利 约485万元离场 单位升值24.7% 与此同时 屋远于2月的赚钱成交来自天联日 内瓦大道东商号屋 实用面积303平方尺 属四房年车位放盘 据知 当时叫价约5800万元 最终业主愿意减价300万 以5500万元成功转售 平均实尺约18315元 据报 该天联商号屋原业主于2013年买入物业 当年造价为5000万元 持货九年后 账面获利500万元离场 天联商号屋年初赚170万翻查资料 今年一月左右 天联商号屋罕有地禄得赚钱转售个案 原业主持货8年 账面获利约170万元 成为逆市其巴 中原地产谭永康表示 上水天联一月首终成交来自流心大道商号屋 建筑面积4164平方尺 实用面积2454平方尺 开价约4500万元 以价后以4350万元沽出 实用面积平均尺价17726元 据知 新买家为用家 感屋丸环境舒适 单位质数高 加上价钱合理 而扣入单位自用 代理补充 原业主于2014年以4180万元 扣入上址 持货8年 时次估出单位账面 获利约170万元 离场 租赢方面 中原地产谭秀琴表示 近日二手交投气氛转好 分行最新陆上水天联日内瓦大道东大路单号屋 建筑面积4787平方尺 实用面积2792平方尺 年约2857尺花园 开价约8万元 以价后以7.5万元将单位租出 实用面积平均尺租26.9元 中原谭秀琴指 新租客建屋院环境舒适 租金合理 即决定租入单位自住 业主则于2020年以4348万元扣入上址 持货约两年 时次租出单位可享约2.1来租金回报